所以我花了數十年的時間 從文字學 從人類的經歷 再了解這一塊的過程裡面 而且我經歷過數千個個案的紀念 我發現確實可以做到 那做到的時候呢 剛才我就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實 除了人類有很多過往的這個 我們經歷過的每一次的內容以外 包括造品靈魂主不可在的問題 從這裡面也得到了某一種解答 那我先講有關如何的概念 好 當然我們會講說 我怎麼可能記起我的前世不回呢 確實聽起來有點不可能 但是如果我有效的一直引導一個人 你從最近的事件回想起 再回想比較更早之前的 再往前繼續追蹤的同時呢 我們發現更早之前的前世是可以被打開來看 我不曉得上一次我來講過一個例子 我這樣就想說已經好了 剛好我去馬來西亞MV上課的同時呢 曾經有一個太太來上課 那這個太太呢 她第一次回到前世的時候呢 她很清楚的看到 她說我怎麼看到自己是老死的呢 她就講說不應該是人嗎 現在每一次都是人類才對嘛 怎麼可能是動物呢 因為曾經有一個太的想法是說 我們人類永遠是人類不可能是動物 可是她確實今天也看到自己自己是動物 剛開始她也是很疑 那我們說葉波隆斯呢 就繼續理想問她說 沒關係你去去看 到底那條蛇的女生 她剛剛有一天下午 看到一個小女生 這個小女生呢 拿著一個籃子 在野外撿那個淹的蛇 然後這條蛇呢 就跑到這個小女生旁邊 咬了她又咬了一口 然後咬上人家之後呢 通常被蛇咬的人都會怎麼樣 先把蛇拿死 結果這個女生並沒有打死一個鳥蛇 就自認老名回家咬上人 然後她又看了幾個幾天之後呢 這鳥蛇又跑到一個山上去 然後看到一個人來人家砍台 那這次呢 她又想要去咬人家了 因為她不是毒蛇 她去咬人家同時呢 那個人來看了她要來咬上來 好不考慮了 就一放打死她了 那這隻蛇呢 就覺得一個問題一聽 她就想說 我都還沒咬到妳 妳就把我打死 人家前兩天那個小女孩 我咬上她沒有打我 她就被那個女孩 特別好感 想報答她的信 結果她就看到 當時被她咬的那個小女生呢 居然是親生的親生媽媽 哇她也不可置信 她講怎麼可能呢 為什麼可以咬了我的妻子媽媽呢 後來做完教材生前的活動之後呢 她就問我們活動師說 那個會不會是我自己編出來的 會不會是我自己想像出來的 我的媽媽從來沒有告訴我家的內容 怎麼可能是真的呢 那通通師就說妳是簡單啦 妳回去跟妳的媽媽所證一下 不對的了吧 後來她回去所證了 通常的媽媽說 小時候15歲左右呢 妳有沒有一次在為妳姐姐的蛇 這一隻蛇咬到妳的幼小腿 所以妳媽媽嚇壞了 那妳怎麼會知道呢 這個事情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講過 妳怎麼會知道 然後這個媽媽也講說 不對啊 當時我從來沒有結婚 也沒有生下妳 妳又不在我旁邊 妳怎麼會知道這樣的事呢 她說妳跟她媽媽討論說 啊我就是在聊天 所以她媽媽才講說 天長妳知道嗎 當時我剛生下妳的時候 我不曉為什麼 我也想幫妳講 她媽媽一直對她沒有好感 可是呢 她後來長大過程當中 她一直算選回家給媽媽 可是媽媽一直不喜歡她 所以 從這個案例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什麼 她透過將人生辰國中回座 她回座過往 看到自己是一隻動物 那麼 咬了自己的媽媽 而這個內容 是不可能接到 也不可能知道的內容 透過她所證的結果 證明她所看到不是假人 所以有時候 跟各位想 不要隨便亂咬人 那妳用一輩子回報人家 那 從這個概念很清楚的看到 她回座過往 而看到自己 是那一隻動物 那麼也就是說 她今生用這樣的動物 來回報她什麼 而已 而 經過證明 是事實 不是假的 其實 我目前訓練出來的 關鍵人 是我們申請的工作室 全世界有100多個人 那麼 我們所做過的個案呢 坦白講 總數量超過10萬人 是以上的 包括台灣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香港 澳門大陸都有 這幾萬人士的內容當中 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回來告訴我說 老師 我所回座 看到的過往 是假的 當然 有很多前世太久遠的 不同雜證 但是 只要是可以求證的 或者是在台北京 她所看到的內容 沒有一定會來告訴我 立場的 她在等什麼 是可以求證 我在想一個 我們台灣的歷史好了 曾經有一個女孩子 她也是當時的看到 我在電視上 她們一些一年做的過通當中 她透過電視才來安排 請我幫她做這樣的一個真正過通 這個女孩子 今年30歲左右 她來過通的時候 她是為了她的感情問題而來 後來是請她回座到她在胎兒型的時候 她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 她提到一件事 她聽到爸爸跟媽媽在討論有關她的事情 我說 叫她去聽說 到底爸爸說的什麼 媽媽說的什麼 她聽到媽媽跟爸爸想說 說 我老是住前生的孩子 是之前往生那個姐姐來投胎的 欸 為什麼媽媽會這麼講 因為她 在她之前 有一個姐姐 念到小學三年級 後來經濟往生了 往生後沒有多久 媽媽又懷孕了 所以媽媽就跟爸爸講說 她老覺得這個孩子 是那個姐姐來投胎的 她就聽到爸爸說 哎呀 我知道我剛失去一個孩子 現在你又有 又懷孕了 就不要講太多了 好好保持這個孩子 然後我讓她繼續回座 我讓她回座 她出生那一天的內容 她看到她出生之後 爸爸抱起那個嬰兒的同學 爸爸看著嬰兒說 天啊 難不成真的是那個姐姐來投胎的嗎 為什麼爸爸要這麼講呢 前世的那個姐姐 往生的子儀是因為 顧墨顏肠胃出血而往生的 然後嬰兒的她 在肚臍身邊也變成明顯的胎地 爸爸看這個胎地說 難不成是那個姐姐來投胎的 那我就請這個個案呢 再往更早之前回座了 可是這個個案 我說她是提醒的喔 她馬上跟我訪伯說 哎呀老師我知道 你要我看什麼 我告訴你啦 不會是的啦 我絕對不會是我那個姐姐 因為聽說我當時 我姐姐體高很瘦 我現在這麼胖 只想吃她 我當時姐姐呢 很喜歡念書 年四樓跑第一年 我現在挑同業念書的 我絕對不是她 她一直訪問自己是她的姐姐 我說我根本說妳是她 我不過是要妳回解釋看一下而已 好吧 她就回到解釋去了 她看到了 她真的是自己當時的姐姐 她看到她當時老家不是住台南 她在婚前住台南 她看到她老家是住在平中里南的那個封港鎮 封港小鎮那邊 她老家住那裡 她看到她自己真的是念到小學三年級 有一天晚上 或者碰得很厲害 一直在床上打粉 然後爸爸媽媽當然不忘記 自己馬上送到醫院去 可是當時的通常正面很大醫院 必須送到高手這邊來 她看到半夜車也說 她碰得很厲害 後來 爸爸叫了一輛七人車 她也告訴我說老師 我是小胖喔 我是黃色的七人車喔 是民國早年那時候 黑色的那種七人車 然後看到呢 自己戴著一個鴨舌帽 爸爸穿一件米色的 起床色的襯衫 黑色的袋褲 然後坐在自己的場面的位置上 她跟媽媽躺在後座 她褲子痛得很厲害 然後車子要送在高手的路途當中呢 半夜了兩點多 看到車上時間是兩點多 那麼她痛得實在不得了 她後來躺在媽媽的懷裡 就跟她媽媽講了一句話 她說媽媽 今天我很高興 有幸做你的女兒 你那樣的疼我 愛我 可是我才已經無法承受了 但願來自 我還能夠再做你的女兒 好不好 講完這句話 就跑在媽媽的懷裡 斷氣往生 她看到媽媽一直在哭著她的意思 看到爸爸坐在前面 掉著眼淚 沒有想到這孩子送進醫院的路途當中 居然就死在計程車上面了 可是這些內容 是她不只能知道的 說完溝通之後呢 她也就問我一般最常會的問題了 這不是我自己想像的 我的父母已經從來沒有告訴我 我姐姐怎麼死的 更不要想說死在計程車上 這些季節 我從來就知道了 這不是我自己想像出來的呢 說點這樣嘛 你隨便跟你父母親 酬症一下 不就好了嗎 她三天後就來找我了 我兩次太多的思議了 我問我的爸爸了 我爸爸說 天啊你怎麼會知道 那這種我們不曾跟你講過的啊 而且當時 姐姐在死之前講的那句話 但願來自還能夠 再做你的女兒好不好 這些話是她的父母親心中 永遠的痛 這不可能跟她講的內容 你怎麼會知道呢 後來她跟她爸爸承認說 她來做郭忠兒執照的內容 經過那母親的求證之後 這個小姐呢 她就派不准之一人 她後來把我做了個點事務學回去 她現在要幫別人做郭忠兒執照的內容 看到所有的內容 那其實呢 我有千萬個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明 有的是經過國政的 有的是經過交叉證明的 證明的真的 證明了什麼 我們真的有自己的過往 自己的證明了 其實從我做了這麼多的課案裡面 我真的發現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更如國家講的 如是英 如是國 真的 英國軍團 一點都不講 我從郭忠哥在裡面 我一再一再的看到這個事情 其實喔 我這幾天 我們在宗教裡面 聽到英國 英國 我們說總英國 也執照英國 但是 當你真正清真體驗 自己看到前世所做的 也新生所承受的 你會真實體驗到總教英國 我想 這個不必在教了 你自己的天主才怎麼做的 那除了學這個文文的問題以外呢 另外一個問題就說 到底靈魂會不會存在呢 各位 這個問題說真的 人類 一直以來 一直在探討靈魂的可在問題 人類也正如想解剖人體 想找出靈魂的可在位置 但是 上空整個位置 沒有人找到 他們來講 找了方向錯了 靈魂不是存在肉體的任何個部位 我們會想說 就是在腦下水裡 就是在面積裡 是在皮上水裡 是在DNA裡面 其實都不對 如果以我的概念的真實來看的話 靈魂並不是住在肉體那些東西 反而是更真切的講 我們是被靈魂包裹在四周圍 在我們肉體四周圍的一種 某一種狀態 但是我要這麼講 當我要講靈魂這個狀態的時候 我請各位注意的 不要執著我所講的靈魂這個用詞 可是為了方便解釋它的狀態 我就不可不早一個名詞來形容它 這個該怎麼形容呢 因為我講任何一個名詞 各位一定會執著 我這麼講 我在禪宗的一種見識思維邏輯 一種訓練的觀念裡面 有一個觀念是這樣子的 禪宗他們為了阪塑某的概念 他必須先立假名 透過這個假名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還要破這個假名 所以我希望等一下 我要講靈魂這個用詞的時候 我是為了立假名而用的 希望各位能夠了解 因為這個用詞實在不足以形容它的狀態 但是不得不人類也只有這個用詞沒用 所以我必須先立講明 那麼我必須這麼講 人類很多的宗教都承認靈魂的存在 但是有很多宗教不承認有靈魂的存在 這是一個靈魂界的現象 像西方的宗教他們認為說 有靈魂的但是不會靈魂 你只有一生一世的機會 你精神精神做得好做不好 那麼最終等他們說 就怕你上天上或下地獄 那中方宗教普遍認為說 人是有靈魂的 而且不只有靈魂 靈魂是個永靈不滅的設定 這個永靈不滅的設定 被透過深深深深深的輪迴 不斷的進化 退戀 移生 回歸道 回了八萬天 那我 這樣一個人受害 像印度教都是以這樣的觀念為主 可是以佛教的觀念來講 這個觀念上又有很大的不同的 佛陀當時呢 有弟子就問了佛陀說 人是不是有靈魂呢 佛陀當不回答 其實當時佛陀真的不能回答有或沒有靈魂的觀念 佛陀講的是什麼 這一切的現象不過是一種因緣法則的現象而已 宇宙是將對而產生的現象 沒有絕對獨立的現象的存在 也就是說 如果這宇宙都是白 你怎麼知道它叫白呢 你必須要有黑來認定彰顯出海的存在 所以 認真相對而產生的現象 並沒有一個絕對獨立的存在等 那麼 如果說 這個宇宙必有一個上帝創造出來的 創造的宇我 創造的宇宙 那請問 創造的上帝 這幾乎是這個概念 那 佛陀講的觀念就是說 沒有絕對獨立存在等 也沒有一個 永恆不滅的個體的狀態叫做靈魂 而是透過 因緣法則的現象 而 相顯出靈魂的存在而已 其實 我要這麼講 在維世學裡面 我們講 心靈的總事 跟阿賴約士的觀念 信了說呢 維世學對這個觀念 有一個很精妙的一個講點 他說 並不是有一個 永恆不滅的個體叫做阿賴約士 沒有 阿賴約士跟種子 這兩者的觀念性 是不能夠分開避斷的 它是一體的觀念 也就是說 有了種子 才有阿賴約士的存在 沒有種子 阿賴約士都不存在了 那也就是說呢 沒有何的靈魂整體 屬於我們身身自治的種子 反而是有種子的存在 你才感覺有阿賴約士的存在 了解這個觀念之後呢 你就會知道 靈魂屬不存在了 當然喔 我知道 這位最初來講 不太容易理解 也許有一點證號 但是呢 我要講就是說 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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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就在呢 目前科學家有做了幾種實驗 有一本書呢 靈魂靈魂實驗 這本書 各位可以看看 它的靈魂 目標顯然也有意思 他說 我們為了證明 天下烏鴉 一般黑 這個理論是錯的 我們只要怎樣 找到一支百物醫療就扣了 何況在這次的實驗裡面 我們找到了幾百多次的百物醫療 那也就是說 在靈魂實驗這本書裡面 美國哈華大學呢 他們學生跟教授呢 透過這樣的實驗 證明了 確實靈魂真存在 而且當時HBO 加密電影院呢 還共有了五部正機 完整的紀錄整個實驗的過程 證明這個真存在 是封駐的 我媽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